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讲到的就是说现在呢 其实这个投资还有所谓的这个替代品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个黄金投资有所谓的替代品 有哪一些呢 白金 白银 稀土还有铜 哇 不得了 尤其像我们上一个礼拜呢 在节目当中不在讨论这个稀土 大家讲的如火如荼吗 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现在呢说 哇 十年用量涨三倍 供应短缺价格持续会看涨 但是呢说实在有些东西 我们这些就算想投资 也不见得有门道有门路啊 所以光晴其实还是可以 从自己比较熟悉的 比较了解或比较喜爱的 一些东西去着手 对不对 很多企业家都这样 很多企业家 因为我们之前 十年前有一位金融家 他们家私窃 就起出来三十几公斤的黄金 那三十几公斤黄金 有人就想说可以开间营楼了 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企业家 他们家私窃 他是可以开交表店 就是发生在两千年的王文阳 他被他总共收藏三百多支表 名表 而且都是你数得出来的 有名的表 有的是他收得蛮全的 结果有一个闯空门事件 其实他有监视器 整个都拍下来的 怀疑是他内部的一个高级员工 检性的高级员工 结果他那时候他在大陆 他那时候不是也有工厂在那边 结果他就传真回来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大概也问了一下 他说他只丢了两支卡蒂 还有60万现金 就是现金跟外币等等 可是一查丢了十几支 其中有一支表王 这是百达菲力的表王叫做5016 这我没有不懂 这是表王5016 光是这支就高达1163万 那这支表另外旁边这个有箱赚的 这是送给他女儿的 你看他还有收这种 这些都是很贵的 这个行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有这个表面上有鸟的 彩绘的等等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让我们大开眼界 而且他不会分类哦 他都是一堆三百支全部在同一个地方 就平常他有一些这种自己收藏爱好 那另外科技界我们都知道 就是大家常报导的 林百里他喜欢收张大倩的话 那还有一些这个像齐白石等等 那他总共张大倩的话收的是罪权 应该是两二三里面第一名 那我们讲说曹新成也是 那陈泰明就国剧的总裁陈泰明 他是在90年的时候 他在香港加市的富比市 他有收了一批 包括那个华人艺术家的 包括画啊什么的 然后他后来到了这个03年 那时候SARS席卷这个全台 然后他就跑到这个拍卖场 就把他原先那个收集的艺术品 换成西洋的艺术品 那另外也收了一些像这个 官窑瓷器 中国古裕还有一些字画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 就组一个像清苑雅籍这边 彼此之间在交换 这都是已经超过我们的level很大很大 对啊我们连听都没听过对不对东豪 没错因为我那时候曾经 我曾经采访过一次就是跟曹新城有关的 因为那时候香港的那个拍卖会 应该是加斯德吧 他当时在拍一个乾隆皇帝用的一个 应该是他那个收藏章是填簧的 然后加上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罩子收藏 那那一场那个拍卖呢 曹新城先生是跟澳门的一个神秘客 在竞标 这个神秘客是用电话下单的 最后是曹新城大概用一亿多台币 换算过来一亿多台币标到 那事后呢 这个澳门这个神秘客 还打电话给曹新城先生说 他愿意再加价请他割爱过来 那为什么 因为他稀有他天皇 那这个本来就是收藏界的 顶级的一种收藏品 对他来讲保值一定没问题 那因为他透过公开的拍卖 所以他未来要再转手也没有问题 他时间够长一定在增值 那当然这都是有钱人的 就是你的财富 已经是到达一个破表的状况的时候 你才会去做这种 一方面是这个赏薪愿务 一方面也是投资理财 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你还是 我还是赞成留大哥那个 买房子其实还是最保险的 至少长期来讲 他一定会增值 是要挑你所熟悉的啦 不过最后一分钟 这个严总我想 可能一般事情小民 你还是会跟这个买房子 跟房子比较有相关 你可不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这个 选择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假设这个资金潮 是不会退的话 还有台湾开放 预期心理没有消失 大家知道 口袋有钱啊 有能力就要买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可能住三峡 领口淡水 没有关系你就在那边买 买到你可以买的 应该是先买下来 买下才有压力 人生才有目标啦 所以假设你在那边等到 说还有两三成的泡沫化的话 我认为最起码再看到明年看的话 机会不大 机会不大 所以我是觉得有能力就要买 这个价格会飙得更凶 假设有中产阶级 有能力买进台北市的话 就有房不要等 中产部其实不用等 中产部太多房子了 你慢慢去挑都可以挑到 但台北市的话 其实这一波里面是被锁定的 就是你收藏什么 比如说你说你现在房子几户 我在三峡四户五户 跟你在领口五户 然后跟你在台北市几户 完全不太一样的那个Label啦 好 谢谢颜总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呢 要来看看这个北韩大阅兵 中天独家前进稍微回来